请问一下各位好了 请问你的 浏览器不管是IE啊火湖啊Google都一样 请问你会用记住 啊 他不是很多是记住帐号密码吗 请问你会不会用勾记住 对啊就是帮你记住很多网站的帐号密码 但是如果你都不记住有很多网站 你又进不去啊 如果你都不记住还有一种情景是因为你都这一样啊 哈哈哈 对不对 好因为整个麻烦嘛通通一样 所以人家只要知道一个 就全都通嘛 所以这是事实啊 因为有些人偷懒就是这样的吧 那所以说浏览器到底这个 你知道在哪里吧 自动完成 因为你如果有勾记住之后 只要下次到这边 即使不是你用别人也可以登录嘛 反正到最后很多人是这样 他记住你忘记 哈哈哈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如果你用的是IE 请你来这边 网路的相关选项 有没有一个叫隐私权 如果你用IE是从这边 在那个叫做 应该是安全性啊 应该是安全性啊 不对不对 有一个在哪里啊 还是在一般 一般里面他现在在一般 有一个 浏览记录这边 在这 在哪边 太久没用IE了 在哪里 在哪里 占除 不是不是 不是这个 是这个吗 真的 抱歉 太久没用IE 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叫表单资料 跟密码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这里没有 这里没有勾的话 那他就不会 那当然 如果你本身是有勾那个技术的 勾技术的 他又会用Cookie的方式 Cookie就是小饼干嘛 存在你的电脑里面 好 那Cookie本身是明码 也就是没有加密的 所以别人如果知道的 实际上也可以看 这样你大概了解了吗 好 所以你看看 如果你真的不要的 就是记得这边 不要再勾起来 不要让他自动返路 这是一个 那这里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曾经 有 勾起来说 有技术帐号密码的 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一些事情 密码你已经忘记了 对不对 如果这个网站你不常去的话 密码就忘记了 但是这台电脑 因为有勾技术 所以都可以进去 可是你知道 比较电脑 因为你就忘记了 就记不 就没办法打 就没办法用 那请问 已经 勾住的 那个密码 可不可以查 哈 已经就是你有勾记起来的 因为我们一般记起来 是不是会变轻 或者一个圆圈 对不对 就是看不到 那请问 那个是可以查出来的吗 你知道吗 我部落北里面 有一天 检阅人是最多的 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密码查询 因为很多人他会想要查什么 你的Yahoo的啦 Yahoo的帐号密码 M来神的帐号密码 或者是一些其他像什么 Lily Koko的 因为我有一篇文章 专门在介绍那些小工具 所以那篇文章 简阅率一直保持很高 因为环东上就有很多人想要再重新查回来 那有些不是本人 是他的anatha 他想要知道他有没有在上面有一些不当的言论 有没有 或不当的照片 所以他想要帮他查一下这样子 他想要了解一下他的生活 所以就会有人想要去做 好 那事实上呢 你如果在IE里面也有工具可以查 可是呢 如果你的是Google的 或者是火湖的 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工具 那一件就可以看 我找给你看 但是我不要给你看我的 可以吗 在这边 来 你看一下 工具里面 应该是在选项吧 选项应该设定 选项或设定 点进来之后有一个叫做已经设定的那个密码 来下面有个进阶设定 你们的可能是在这边进阶设定 因为我现在用比较新版本 你们的可能是在这里 在这边 那都没有关系 我点一下这里 好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密码跟表单 好 有没有启用自动填入 如果你要管理 有没有发现储存的密码 那你了解那种意思了吗 你从这边 按下去 就会看到该看的 我画面还给你好不好 我先 简单处理一下 再给你看 这处理好了 就是你进去之后他会像不像 有没有 马赛克 那你如果点一下 后面这里 有没有个显示 因为其实真的很多人会 差弃数你忘记 所以他有内建就有这个功能 你用火壶也有 目前只有IE没有 那IE要用其他工具去看 事实上也看得到 事实上各位 你们outlook 收信要不要赞号密码 要啊 所以你的outlook事实上也看得到 有工具可以看 所以 也就是说你今天有设密码有时候是 有没有拆穿来看的样子而已 事实上你的密码 虽然我们在打的时候他看起来看不到 事实上是看得到 这样你了解了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你好像有设密码就很安全 事实上是不够的 真的不够 尤其是你设的太简单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那个密码的强度的问题 所以 这个是给各位参考一下 如果说你在做的时候 自找浏览器你要知道有这种功能 因为 如果你不知道这功能 敌人知道的时候 也可能 很容易就看到 对不对 你总是 我们 不要怀疑敌人 但是你总是要知道有这种工具 万一你要看你anada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下手 可以吗 开玩笑了 反正这个就是 你知道工具怎么用就好了 好 好 感谢观看